所以疫情趨緩 遊樂園尖叫聲 越來越響亮 要怎麼讓民眾開心走出家門 觀光局積極規劃國旅遊會 安心旅遊以秋冬補助做參考 針對自由行旅客 規劃每一方補助1000元 離島加碼再優惠一次 大家其實已經關很久了 如果說可以早一點 就開始發的話 我覺得會比較好 如果剛好有要去玩的話 就會順便申請這樣子 不會特別因為這個補助 說決定要去或不去 民眾悶壞希望安心旅遊推動 能越快越好 而國旅團升級2.0 補助預計再往上加 改善花對蠟折花 疫情前一整團40人出遊 但現在安心旅遊座位數得砍半 成本相對提高 原本每人每日補助600元 現在規劃多加100塊 每家旅行社補助上限 35團每團上限3萬塊 業務量大 他的員工多 他可能就是會不夠 但是如果說今天是一個小公司 公司可能只有兩三個人 三四個人的公司 他可能是用不完 原本秋冬補助觀光遊樂業 開放12歲以下免費進場一次 安心旅遊 民眾免費入園一次 台灣觀光巴士 兩人同行 一人免費拼觀光 靠補助就人氣買氣 35潘中華聯保台北報導